红楼梦 第三十八回 林萧香 奎夺菊花诗 薛恒吴 讽合螃蟹涌 幽兔笑谈 制作 话说 宝钗香云二人 既意已妥 一宿无画 香云次日便请贾母登赏贵花 贾母等都说道 是他有兴头 需要扰他这雅兴 至五 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 奸请薛姨妈等进园来 贾母因问哪一处好 王夫人道 凭老太太爱在哪一处 就在哪一处 凤姐道 偶香蟹已经摆下了 那山坡下两颗桂花开得又好 河里的水又必清 坐在河当中亭子上 岂不敞亮 看着水眼也清亮 贾母听了 说 这话很适 说着 就引了众人往偶香蟹来 原来 这偶香蟹盖在池中 四面有窗 左右有曲栏可通 亦是跨水接案 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案接 众人上了竹桥 凤姐忙上来 掺着贾母 口里说 老祖宗只管 卖大不走 不相干的 这竹子桥规矩是 搁吱搁扎的 一时进入泄中 只见栏杆外 另放着两张竹案 一个上面设着 杯柱酒具 一个上头设着 茶险茶余 各色茶具 那边有两三个丫头 扇风炉煮茶 这一边另外几个丫头 也扇风炉烫酒呢 贾母喜的盲问 这茶想得到 且是地方 东西都干净 香云笑道 这是宝姐姐帮着我预备的 贾母道 我说这个孩子细致 凡事想得妥当 一面说 一面又看见柱上挂的 黑漆欠磅的对子 命人念 香云念道 芙蓉影破 归篮讲 灵偶相身 血竹桥 家母听了 又抬头看扁 因回头向薛姨妈道 我先小时 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 叫做什么枕霞阁 我那时也只像他们这么大年纪 童子妹们天天玩去 那日 谁知我湿了脚掉下去 几乎没淹死 好容易救了上来 到底被那木丁把头碰破了 如今 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大一块窝 就是那残破了 众人都怕经了水 又怕冒了风 都说活不得了 谁知静好了 凤姐不等人说 先笑道 那时要活不得 如今 这大福 可叫谁想呢 可知老祖宗从小的福寿就不小 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来 好称福寿的 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 因为万福万寿成满了 所以道突高出现来了 未及说完 家母与众人都笑软了 家母笑道 这猴灌得了不得了 只管拿我取笑起来 恨得我撕你那有嘴 凤姐笑道 回来吃螃蟹 恐激了 冷在心里 讨劳祖宗笑一笑 开开心 一高兴多吃两个 就无妨了 家母笑道 明叫你日夜跟着我 我倒常笑笑觉得开心 不许回家去 王夫人笑道 老太太因为喜欢她 才惯得她这样 还这样说 她明越发无理了 家母笑道 我喜欢她这样 况且她又不是那 不至高低的孩子 家常没人 娘们原该这样 横竖离体不错就罢 没得到叫她 从神似的做什么 说着 一起进入亭子 献过茶 凤姐忙着搭桌子 要背住 上面一桌 家母 血姨妈 宝钗 黛玉 宝玉 东边一桌 史湘云 王夫人 迎 探 西 西边靠门一桌 李丸和凤姐的 虚设座位 二人皆不敢坐 只在贾母 王夫人两桌上伺候 凤姐吩咐 螃蟹 不可多拿来 仍旧放在蒸笼里 拿十个来 吃了再拿 一面又要水洗了手 站在贾母 跟前包蟹肉 头次让薛姨妈 薛姨妈道 我自己掰着吃香甜 不用人让 凤姐便凤与贾母 二次的便于宝玉 又说 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 又命小丫头们 去取菊花叶贵 花蕊薰的绿豆面子来 预备洗手 史湘云陪着吃了一个 旧下座来让人 又除之外头 令人乘两盘子 与赵姨娘舟姨娘送去 又见凤姐走来道 你不惯张落 你吃你的去 我先替你张落 等散了我再吃 香云不肯 又令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 让鸳鸯 琥珀 彩霞 彩云 平儿去坐 鸳鸯音向凤姐笑道 二奶奶在这里伺候 我们可吃去了 凤姐道 你们只管去 都交给我就是了 说着 史湘云仍入了戏 凤姐和李丸也胡乱应个警 凤姐仍是下来张落 一时出至廊上 鸳鸯等正吃得高兴 见她来了 鸳鸯等站起来道 奶奶又出来做什么 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儿 凤姐笑道 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 我替你当差 道不领情 还抱怨我 还不快真一种酒来我喝呢 鸳鸯笑着忙 蒸了一杯酒 送至凤姐唇边 凤姐一扬脖子吃了 琥珀彩虾 二人也蒸上一杯 送至凤姐唇边 那凤姐也吃了 平儿早提了一颗黄紫送来 凤姐道 多倒些姜醋 一面也吃了 笑道 你们坐着吃吧 我可去了 鸳鸯笑道 好没脸 吃我们的东西 凤姐笑道 你和我少作怪 你知道 你脸二爷爱上了你 要和老太太讨了你 做小老婆呢 鸳鸯道 翠 这也是做奶奶 说出来的话 我不拿新手 磨你一脸算不得 说着赶来就要磨 凤姐儿鸯道 好姐姐 饶我这一遭儿吧 琥珀笑道 鸳鸭头要去了 凭鸭头还饶她 你们看看她 没有吃了两个螃蟹 倒喝了一碟子醋 她也算不会懒酸了 瓶儿手里正掰了个满黄的螃蟹 听如此奚落她 便拿着螃蟹 罩着琥珀脸上抹来 口内笑骂我把你这嚼舌根的小蹄子 琥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 瓶儿使空了 往前一撞 正恰恰地抹在凤姐塞上 凤姐儿正和鸳鸯嘲笑 不防唬了一跳 矮呦了一声 众人撑不住都哈哈地大笑起来 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 死娼妇 吃离了眼了 混魔你娘的 平儿芒赶过来替她擦了 亲自去端水 鸳鸯道 阿弥陀佛 这是个报应 贾母那边听见 一叠声问 见了什么这样乐 告诉我们也笑笑 鸳鸯等忙高声笑回道 二奶奶来抢螃蟹吃 平儿恼了 抹了她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 主子奴才打架呢 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 贾母笑道 您看她可怜见的 把那小腿子棋子给她点子吃也就完了 鸳鸯等笑着答应了 高声又说道 这满桌子的腿子 二奶奶只管吃 就是了 凤姐洗了脸走来 又服侍贾母等吃了一回 带玉毒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点夹子肉就下来了 贾母一时不吃了 大家方散都洗了手 也有看花的 也有弄水看鱼的 游玩了一回 王夫人因回贾母说 这里风大 才又吃了螃蟹 老太太还是回房去歇歇罢了 若高兴 明日再来逛逛 贾母听了 笑道 正是呢 我怕你们高兴 我走了又怕扫了你们的心 既这么说 咱们就都去吧 回头又嘱咐香云 别让你宝哥哥林姐姐多吃了 香云答应着 又嘱咐香云宝差二人说 你两个也别多吃 那东西虽好吃 不是什么好的 吃多了肚子疼 二人忙硬着送出园外 仍旧回来 另将残席收拾了另摆 宝玉道 也不用摆 咱们且做事 把那大团圆桌就放在当中 韭菜都放着 也不必拘定座位 有爱吃的大家去吃 散作 岂不便宜 宝钗道 这话极是 香云道 虽如此说 还有别人 因幼命令摆一桌 捡了热螃蟹来 请席人 子涓 撕起 代书 入画 婴儿 翠墨等一处共作 山坡柜树底下 铺下两条花毡 命答应的婆子 并小丫头等 也都做了 只管随意吃喝 等使欢再来 香云便取了尸体 用针碗在墙上 众人看了 都说 新奇故新奇 只怕做不出来 香云又把不陷运的缘故 说了一番 宝玉道 这才是正理 我也最不惜陷运 林黛玉因不大吃酒 又不吃螃蟹 自令人多了一个 袖墩以栏杆坐着 拿着钓杆钓鱼 宝钗手里 拿着一只桂花 玩了一回 浮在窗坎上 掐了桂蕊 致向水面 引得鱿鱼浮上来 煞扎 香云出一回神 又让一回席人等 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 只管放亮吃 探春和李丸西春 立在垂柳阴中 看欧陆 迎春又读在花阴下 拿着花针穿茉莉花 宝玉又看了一回 带玉钓鱼 一回又俯在宝钗旁边 说笑两句 一回又看席人等吃螃蟹 自己也陪他饮两口酒 席人又包一颗肉给他吃 带玉放下吊杆 走至坐监 拿起那乌银梅花自针壶来 捡了一个小小的海棠洞石浇夜杯 丫鬟看见 知他要饮酒 忙着走上来针 带玉道 你们只管吃去 让我自针 这才有趣 说着便针了半盏 看时却是黄酒 因说道 我吃了一点子螃蟹 觉得心口微微的疼 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 宝玉忙道 有烧酒 便另将那荷欢花尽的酒烫一壶来 带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 宝钗也走过来 另拿了一支杯来 也饮了一口 便站笔 至墙上 把头一个 一举勾了 底下又坠了一个横子 宝玉忙道 好姐姐 第二个 我已经有了四局了 你让我作罢 宝钗笑道 我好容易有了一手 你就忙得这样 带玉也不说话 结果笔来把第八个 问菊勾了 接着把第十一个 菊梦也勾了 也坠一个肖字 宝玉也拿起笔来 将第二个 讽菊也勾了 也坠上一个酱字 探春走来 看看道 竟没有人做 三局 让我做这三局 又指着宝玉笑道 财宣过 总不许带出 规格字样来 你可要留神 说着 只见史湘云走来 将第四第五 队局 公局 一连两个都勾了 也坠上一个箱子 探春道 你也该起个号 香云笑道 我们家里如今 虽有几处宣馆 我又不住着 见了来 也没去 宝钗笑道 方才老太太说 你们家也有 这个水亭 叫枕霞阁 难道不是你的 如今虽没了 你到底是救主人 众人都道有理 宝玉不带香云动手 便带将香字抹了 改了一个匣字 又有顿饭功夫 十二体以拳 各自腾出来 都交予迎春 并拿了一张雪浪肩过来 一并腾露出来 某人坐的底下 罪名某人的号 李丸等从头看起 一绝横无君 畅往西风 豹闷思 了红尾白 断肠时 空离旧谱 秋无忌 寿月清霜 梦有之 念念心随 归艳远 寥寥作听 晚真赤 谁连我为 黄花病 未雨重阳 会有期 仿局怡红公子 闲衬双情 是意游 酒杯药斩 莫烟流 双前月下 谁家众 见外里边 何处愁 垃圾远来 晴得的 冷淫不尽 性悠悠 黄花若解 连诗客 修复今朝 挂帐头 种局怡红公子 挟出秋朴 自已来 离畔亭前 故故灾 昨夜不期 静雨活 今朝有喜 带霜开 冷阴秋色 诗牵手 醉泪寒香 酒一杯 全带泥风 清呼吸 好之景静 绝尘埃 对局枕霞就有 别谱一来 贵笔金 一从浅淡 一从深 萧疏离盼 磕头坐 清冷香中 报西吟 数据更无 君傲事 看来没有 我知音 秋光荏苒 修姑父 相对缘疑 息寸音 公爵枕霞就有 弹琴卓酒 喜勘愁 几岸停停 点坠油 隔座相分 三静鹿 抛书人队 一支秋 双经纸杖 来新梦 蒲冷斜阳 一旧游 傲事也因 同气味 春风桃礼 未烟流 永菊肖香妃子 无奈施魔 婚小亲 绕离七十 自沉阴 豪端韵秀 灵霜血 口齿情香 对月饮 满指自连 提宿愿 片言水解 宿秋心 一从逃令 平章后 千古高峰 说道今 画绝恒无绝 实戏笔 不知狂 岂是丹青 费较量 巨叶颇成 千点墨 存花染出 极狠霜 淡浓神会 风浅影 跳脱秋生 万底香 默认冬离 闲采多 年平了已 未重养 问局肖香妃子 欲认秋情 众抹之 南南覆首 寇冬离 古彪傲事 斜水也 一样花开 为底池 普露亭霜 和寂寞 红归穷病 可相思 修演举世 无谈者 皆与何妨 此祖师 三绝交下课 平宫离栽 日日忙 折来修认 静中庄 长安公子 因花痞 彭泽先生 是酒狂 短辫冷沾 三静路 葛金香染 九秋霜 高情不入 识人眼 拍手平趴 笑如旁 菊影枕霞就有 秋光叠叠 腹重重 前渡偷移 三静中 窗格书灯 苗远近 梨筛破月 锁玲珑 寒芳流照 魂映柱 双印传神 梦也空 珍重暗香 修踏碎 凭谁醉眼 任朦胧 菊梦 消香妃子 梨盼秋憨 一觉清 和云半月 不分明 灯仙飞幕 装生蝶 依旧还寻 桃令蒙 睡去一一 肥燕断 惊回故故 脑穷明 兴尸幽怨 铜水素 摔草寒烟 无限情 残菊交下课 如宁霜重 渐清漆 宴上才过 小雪时 地有余香 金淡薄 知无全夜 翠离疲 半床落月 穷生病 万里寒云 燕震迟 明岁秋风 知在会 暂时分手 莫相思 众人看一手 赞一手 彼此称阳不已 李丸笑道 等我从公平来 通篇看来 各有各人的警据 今日公平 永菊 第一 问菊 第二 菊梦 第三 提木心 失业心 利益更新 脑不得要推 萧香妃子围魁了 然后 三菊 对菊 共菊 化菊 一菊 次制 宝玉 听说 洗的拍手 叫急事 急功道 黛玉道 我那手也不好 到底伤于先巧些 李丸道 巧得却好 不露堆气生硬 黛玉道 据我看来 头一句好的事 普冷邪阳 依旧游 这句背面 赋粉 抛书人 对一枝秋 已经妙诀 将贡局 说完 没处再说 顾翻回来 想到 未差未贡 之先 一丝 深透 李丸笑道 顾如此说 你的口齿 秦相聚也 敌得过了 探春又道 到底要算衡 吴军沉着 秋无忌 梦有之 把个义字镜 轰染出来了 宝钗笑道 你的短辨冷沾 葛金香染 也就把 簪局形容的 一个凤也没了 香云道 邪水瘾 为底池 真个把个菊花问得 无言可对 李丸笑道 你的磕头座 暴夕也 静一时也不能别开 菊花有枝 也避你烦了 说得大家都笑了 宝玉笑道 我又落地 难道谁家种 何楚秋 辣机远来 冷淫不见 都不是房 昨夜雨 金朝霜 都不是重不成 但恨敌不上口齿 秦相对月也 清冷香中 暴夕银 短辨 葛金 金淡薄 翠李丕 秋无忌 梦有之 这几句罢了 又道 明显了 我一个人 做出十二手来 李丸道 你的也好 只是不及 这几句心巧就是了 大家又平了一回 腹又要了热些来 就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回 宝玉笑道 今日迟敖赏贵 意不可无失 我已银成 谁还敢做呢 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 众人看到 迟敖更喜 贵阴凉 泼醋泪浆 兴欲狂 滔铁王孙 应有酒 横行公子 却无常 其间激冷 缠忘记 纸上沾星 喜上香 原为世人 眉口腹 颇先曾孝 一生忙 黛玉笑道 这样的诗 要一百首也有 宝玉笑道 你这惠子财力已尽 不说不能做了 还贬人家 黛玉听了 并不搭言 也不思索 提起笔来一挥 已有了一首 众人看到 铁甲长歌 死未忘 堆盘色相 喜仙肠 熬风嫩郁 双双满 颗涂红枝 快快香 多肉更连 清八足 祝情谁劝 我千伤 对思佳品 愁佳节 贵府清风 菊带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 黛玉便一把撕了 令人烧去 殷笑道 我的不及你的 我烧了它 你那个很好 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 你留着它给人看 宝钗接着笑道 我也勉强了一首 未必好 写出来 取笑而罢 说着也写了出来 大家看时 写道是 贵爱同音 坐举商 长安闲口 盼重阳 眼前道路 无经萎 霹雳春秋 空黑黄 看到这里 众人不禁叫绝 宝玉道 写得痛快 我的诗也该烧了 又看底下道 九位狄星 还用菊 姓房积冷 定须将 于今落府 成何意 乐谱空余 何属香 众人看壁 都说 这是诗螃蟹绝唱 这些小题目 原要遇大意 才算是大才 只是讽刺世人 太独了些 说着 只见平儿 附近原来 不知做什么 且听 下回分解 红楼梦 第38回 林肖香 奎朵菊花诗 薛衡 无讽 和螃蟹 有 幽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